我们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 实际上我们在视频当中给了类似的例子 对吧 因此当你有一个米的 你去除0.3048 你得到的是十进制的英尺 对不对 好 所以这道题目实际上是什么呢 我们读进来了一个厘米 我们如果拿这个厘米 去除以30.48 这就是一个十进制的英尺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保存在一个 表示英尺的变量里头 因为我们最后的结果 也确实只要这个十进制的英尺的整数部分 它就是英尺的数据 那个小数部分 我们还要给它换算成英寸的 所以我们不妨就直接把这个 辅点运算的结果 在这里 Cm虽然是整数 但是因为后面是一个辅点数 所以这已经是辅点数了 但是我们把它保存在一个整数变量的时候 它会自动帮我去做 从整形 从辅点到整数变量之间的转换 这件事情在C可以怎么做 但是如果你学过其他的 比如说C++或者加瓦 其实它是不能这么做的 它要用到我们后面才会讲到的一种技术 叫做强制类型转换 我们知道正好现在没讲到 但是正好C可以怎么干 然后 那inch的事情 就等于 这个东西除以0.3048 这是它的十进制部分 对不对 减去 我们上面的那个foot 这是它的整数部分 所以减下来的结果是那个小数部分 然后这个小数部分是十进制的 我们要把它换算成12进制的 因此这个十进制的要乘以12 最后输出这两个值就可以了 这道题目其实更简单 对不对 我们在课程当中讲过了 如果我有两个数 两个时间怎么做减法 现在是给一个起始时间 给一个经过的分钟数 要去求后面的一个时间 当然这里面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它会输入这样一个数来表示时间 我们要从里面去分离出 小时和分钟 现在如果我们有 1120这样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读进来 这是一个十进制的整数 1120 但是我们知道 它其实可以从中间分成两部分 我们要用它前面那两位表示小数 后面那两位表示分钟 所以怎么把一个四位数或者三位数的整数 给它分割成前面前后两部分呢 我们用的是100 如果对它拿它对100做整数除法 我们就得到了11 我们如果拿它对100做百分号 也就是取余 我们就得到了后面两位 就是得到了20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分离出了小时和分钟 分离出小时和分钟以后 我们需要把它统一到分钟那个单位上 所以这个11要去乘以60 再和这个20去加起来 因此我们有了660加60加20 于是这相当于680分钟 对不对 然后我们说经过了110分钟 然后再和110分钟去做一个加法 那我们得到了790 790这是以分钟表达的那个时间数 时间的数字 然后这个790里头 我们要去分离出小时和分钟 但是小时和分钟是60进制的 因此对这个790去除60的整数 得到了13 然后对790拿60来做取余 于是我们得到了得到了10 这题目就这么做的 没有其他的技巧 也不需要用到什么 这个我们第三周后面才会讲到的那些东西 对吧 那我现在有了两个数字13和10 怎么把它最后再输出呢 最后我们还得把它还原成像1120这样的东西 所以还原的方法就是13去乘以10 100 13去乘以100 再和这个10加起来 所以我们就有了1300加10 于是就得到了1310 我们在第二周出的题目 一定是只用到第二周讲到的编程手段就能做的 肯定不会用到以后的东西的 这道逆序的三位数 它已经告诉你了 一定是三位数 所以接下去的事情就是 我要怎么去把它的每一位数给分离出来 然后分离出来以后怎么再去把它给拼起来 对不对 再去拼起来 所以这里面呢 它而且明确强调说 如果输入的数字有结尾0 比如说输入700 那输出应该是7 而不是007 所以我不是把每一位数字拿出来就输出 而是应该把它拼成一个整数 我们来看 这个计算呢 其实是这样子 如果我有一个数叫做712 那么这里的核心就是 我如何去分离出这里的每一位数字来 对不对 对于一个三位数来说 如果我们拿它去对100做整除 那就相当于把后面的这两位扔掉 因此我们就会得到它的百位数 如果我们拿它对10取余 就是除以10取余数部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得到它的个位数 所以这两个比较容易拿到 对不对 百位数除以100 个位数取余10 那么中间这个数字怎么得到呢 中间这个数字其实有两种方案来得到 一种方案是这样 我对100取余 这就得到了12 然后这个12呢 我再去除以整除10 于是就可以得到那个1了 还有种方案呢 我可以对10 做整除 对10做整除的时候 我得到的是71 然后我对71 再来对10做取余 于是我就得到了这个1 那么通过这个方案 我得到了这三个数 然后剩下来的事情 无非是那个 如果我们把百位叫做A 中间这个是B 10位是B 这个是C的话 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C去乘以多少 100 再加上B 去乘以10 再加上A 最后这就是结果了 为什么我们不希望你是直接去说 我做这样一个事情什么行 我输出百分之较 百分之较 百分之较 都连在一起的百分之较 双引号 然后呢 后面说 我就来C B A 如果这样输出 什么情况下会不对呢 比如说 我们题目里的那个例子700 对吧 如果你是700的话 这种情况下 它就会输出007 而不是输出7了 这个题目是 大家觉得最难的题目 这个题目 其实最后程序写出来会吓你一条 非常简单 所以这个题目难在哪呢 其实难在数学 难在很多同学 可能不是特别理解 BCD是怎么回事 或者不理解 10进制和2进制和16进制 等等这些进制是怎么回事 甚至可能不理解0X12是什么意思 好 我们慢慢来讲这件事情 那么关于BCD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无论在外面表现出来 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在自然制的内部 它都是二进制 所以在外面表现就是 它可能是一个整数 比如说int型的变量 它是一个整数 可能它是一个 我们后面会学到的 像字符类型 或者是我们已经学过的 double类型 它在自然制内部呢 都是以二进制的形式存在的 比如说 如果我们有一个整数18 那么这个18这个整数呢 它变成二进制是多少呢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算 你可以用你的计算机上的 那个计算器 电脑上都会有计算器 比如我的这个计算器 如果把它设置到 这个编程模式的话 那么它就可以用来做 10进制 16进制之间的这些换算 现在我们如果有18 那么在这里 它就列出来告诉你说 它对应的二进制呢 就是0001 0010 那也就是说 18呢就是0001 0010 这样的二进制的一个序列 因为二进制每一个位上面 只有0或者1 所以哪怕18这么小的数 它也变得很大 有8个位来表达这样一个18的数 那么 所以我们在程序当中 如果想要表达一个二进制的数 直接用二进制会显得太长 因此呢人们会用另外一种形式 就是它的16进制 我们回到计算器来看一下 如果现在我们点一下16 它就会给我们看到 18这个十进制的数 如果用16进制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它是0x12 这里头呢 0x是一个前缀 这个前缀只是用来说明 后面跟着的东西 它不是十进制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0x 那么12这两个字符放在那儿 它可以是12 是进制的12 也可以是16进制的0x12 也可以是8进制的 还可以是其他进制的 所以呢我们需要用0x来表达说 它是16进制的 因此呢 这个0001 0010 也可以被表达为0x12 所以实际上 在计算机的内存里头 存放的是0001 0010 但是呢你可以把它表达为18 你也可以把它表达为0x12 就是那么一个数 看你把它理解成什么 它在计算机内部呢 其实是没有变化 只是你把它理解为十进制 还是把它理解为16进制 那BCD的意思呢 是说如果我有这样一个0001 0010的数 我把这样的一个数 每四个比特 每四个二进制的位拿出来 当作是一个十进制的位 因为2的四次方是16 可以表达十进制的0到9 这样十个数字 所以呢对BCD来说 0001就是BCD的1 而0010就是BCD的2 把这个事情组合起来 把这个事情组合起来 那么0001 0010在BCD里面就是12 换句话说 我们又多了一种表达形式 同样还是0001 0010 现在我们作为BCD来说 它就是12 所以你看同样是 这八个比特 八个位的二进制数 十进制是18 十六进制是0X12 可是我们拿它当作BCD来理解 它就是12 因此 如果现在告诉你 它是18 你怎么能够得到12呢 无非就是把这个18 变成16进制就可以了 我们的题目里面已经限定说 它绝对不会出现 有A到F的十六进制数字 换句话说 你把这个 我们给你的这个数 变成十六进制的时候 它的那两位一定只有0到9 一定只有0到9 所以就正好是一个BCD数 BCD也好 十六进制也好 十进制也好 其实都是同一个数 在这段阶内存里头的同一个数 我们在外面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看它 所以这道题目最简单的方案是什么 就是把一个 你读一个十进制的数进来 你读一个整数进来 然后把这个整数呢 换算成十六进制 可是我拿了一个整数 比如这个18 我怎么能够把它换算成十六进制呢 方法非常简单 用十六去做整除 我们就得到了1 我们用16去取余 我们就得到了2 然后把这个1乘以10 加上那个2 我们就得到了12 这就是这条题目的做法 当然也有同学看到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案 我们知道我们在printf的时候 我们要给出一个格式字符串 如果我们是d 那个x 它会以十进制的方式去输出那个x 而如果我们是x 它就会以十六进制的方式去输出x 可是这个时候 它的输出不会带有前面的0x 所以如果你前面做一个 scanf说我要读进来一个百分号d 这表示我也要以十进制的形式去读那个数进来 然后以十六进制的方式去输出 就刚好能够完成我们这道题目 就CEC 就是个经纪 就请聆的盐 这就是我以的 一性的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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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性的颗